作为声波的磁带战士 激光鸟无用置疑 能力最为出众 毕竟他曾多次 监听到汽车人的重要情报 虽然被派去执行各种危险任务 但他更想摆烂 因为他只想待在主人身边 这期我们就讲激光鸟 激光鸟手指登场变金刚3 电信后的形态很多 比如电脑显示屏 不知名打印机 吉他 额 还有9块9抱有大黄蜂 身上配备了两艇独立机枪 可以分别对目标跟踪攻击 飞行状态下 可达250英里每小时 并持续飞行1500英里 电影中 他胜命于声波潜伏在地球 铲除了所有直小月球秘密的人类 随后得知山姆也是知情人之一 便毫不犹豫地展开追击 好在山姆总觉得光环强大 鬼哭狼嚎的三鸦子开撩了 正是这一套 给剧情增添了变数 后来 人类古尔德帮助霸点虎进攻地球 声波并将激光鸟派去保护古尔德 但古尔德这家伙不减武的 抢了三鸦的女友 这三鸦能善罢干凶吗 于是前来救女友 激光鸟这时忽然变形杀出 可惜的是 这次注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三鸦将他的头摁在炮管上 随着大黄蜂按下开关 激光鸟就此凉凉 更悲催的是 后面的大战中 声波紧跟着也被大黄蜂一炮轰死了 这次之后 总有粉丝调侃 声波一家都是被大黄蜂嘎的 好了 这期的人物介绍到这就咋了 我是大家剧 带给大家看剧 如果你喜欢科幻 喜欢变形金刚 咱们下期见